就多重呢?80块钱 80块钱 80块钱还给爷爷 然后把饭菜倒笑到头上 我没开玩笑 老人所买的菜品几乎全是素菜 存在价少量少价高的问题 学校食堂现在这么贵吗? 开始以为算错了 结果阿姨一直强调没问题 食堂真牛 武汉民族民政职业学院 会称 视频与事实不符 爺爺刷方卡没有刷出来 用了手机支付 一开始爺爺不知道 后面看见了 就在那边哭 没人管 爺爺在那里站着手里拿着东西 菜都凉了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罗魏国说我们已经注意到看到这个问题 看到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正在核实 现在目前的基本情况是 老爷爷这个买菜 不是你们所看的那个情况 不是点了两个素菜两万菜 不是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所有人眼瞎呀耳朵聋啊 现场就都问 就这俩菜怎么八十块钱 他说点了十二个菜 点了十二个 这不就俩菜吗 怎么十二个菜呀 有荤芋菜有素菜 点回家是招的三个人吃的 到现在没吃完 走这个情况 学生的反应情况 与事实情况有很大的 这个给了一个支付 水煮肉片五十七 嵌草草肉一百十六 骨肉项链一百二 烧鸭子七十二 烘烧小黄鱼一百三十九 烘烧肉丸子一百一十七 这啥意思 这个 我们眼睛有问题吗 娘娘娘的 说瞎话都这么说吗 看看我眼睛有问题吗 我看看评论就知道了 我看到评论区就想笑 这学校是买了多少号来洗啊 拍摄视频的男生都被威胁了 有图有证据 跪校处理方式 让人眼前一亮 一顿饭八十 一个月 起不都上万了 跪校解决了 拍视频的男生 有图有证据 这里有一张图 但是我看不懂 看不懂这张图 七老师说 视频不得外传 就是这个端端盘子的男生 十二个菜就撞了两个盒子 这么算也不对吧 你逗我们呢 爷爷第一次刷卡余额不够 又不太会用手机 被食堂的人说了 好不容易付安款 爷爷偷偷抹眼泪 可能是故意加了素菜 食堂的人也应该提醒他 反而不是反而是不耐烦 这种学校该倒闭 首先抛开爷爷的年龄和视频的画面 我们不说 单看你们这个物价 简直就有点离谱 我刚才出现了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单价 小白菜120克要 要6块7毛2 500克要28 玉米粒草肉丁68克 要3块8毛1 500克要28 香辣鸡排92克 要6块9毛9 500克要37块9毛8 剁椒芋头75克 要3块7毛5 一斤要25 就是都是500克的乘量 黄瓜炒火腿53克 要2块3毛3 一斤要500克 哦 这个老爷爷的这个12个菜 在两个饭盒里面 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一下啊 他的12个菜在两个饭盒里面 天哪 这又就多重啊 这又就多重啊 八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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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就多重啊 八十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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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两个 他是12个菜装了 这又就多 八十块钱 他是要了12份菜 放了两个饭盒 这个就没问题了 就是跟刚才那个兄弟说的 那个菜价都对上了 哎呦喂 三个人还没吃完呢 是啊 三个人一听这么贵 他哪舍得吃啊 这两份菜啊 哈哈哈哈 哎呦 好 太刚了 这个学校 大尾书记出来说瞎话 他也没说瞎话 问题是啊 啊 这里说那个拍摄的学生在被处理 太刚了 这个老爷爷肯定不了解这个食堂的这个 这么贵 挑点素菜以为弄有多少钱 他知道我 天哪 两盒八十块 哈哈哈 哎也不对啊 哦 哎 他两盒菜 放到十 他12份菜 放到两盒里 那怎么算单价呀 都迷惑 太妒了 我 都远不下了